费米悖论是天文界中长盛不衰的话题 那么这个悖论是源自于物理学家费米 在一次和某人讨论飞碟和外星人的时候 发出的一声灵魂深处的疑问 他们在哪呢 就是这么一句话 促使费米继续思考下去 产生了费米悖论 要知道在可观测的宇宙中 存在7乘以10的22次方的恒星数量 并且由于宇宙正在以超光速膨胀 所以我们可观测的宇宙 只是整个宇宙的冰山一角 而费米悖论讲的就是 宇宙中存在的生命的可能性如此之大 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之间的矛盾 因为银河系中有数十亿颗太阳类似的恒星 其中很多比太阳系古老十亿年以上 而其中一些恒星很有可能就有类地球的行星 它们很有可能会孕育智慧生命 其中部分的智慧生命 还可能会发展出星际飞行的科技 即使是以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科技飞行 它们也能够在一百万年以内飞变整个星星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太空中看见一个智慧生命的身影呢 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了 如果宇宙中存在着科技水平远超过人类的智慧生命 它们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文明呢 而戴森球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想法 一个二级文明 它们可以使用一颗恒星的全部能量 来制造出一个容纳一整颗恒星的巨型外壳 并将恒星的全部能量吸出 但要制造出一个完整的外壳 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比较可行的方案呢 是建造大量的卫星和太空城市 让它们像风群一样围绕着恒星旋转 所以戴森风群的起步并不高 但却可以慢慢累积 而现在看来呢 我们的科技离这种想法并不遥远 戴森球可以遮挡恒星可见光的部分 从而使我们从光学望远镜中看不见 但由于其自身吸收和升温会发出红外光 用专门的天文设备看呢 这些红外光就如同夜晚的烛火一般清晰可见 如果说戴森球是高等文明的一种合力设想的话 那我们应该看见银河系中大量的恒星 都会被遮盖在戴森球内 只向我们发出暗淡的红外线才对 而乌多佑偶在2009年呢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被送入了太空 在过去的十年中呢 开普勒已经完成了对银河系的许多星系的巡视 在巡视的过程中呢 开普勒就观测到了一颗诡异的星球 这颗星球到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 那么这颗星球叫塔比星 离地球呢大约1480光年远 它在天晴星座与天鹅星座之间 编号为KIC8462852 一般情况下呢 恒星的亮度都很稳定 很少会出现剧烈的波动 而塔比星则不同 它时明时暗 虽然是最近才被人们发现 但是它的亮度呢却是忽高忽低 每隔两个地球年啊 就会出现一次闪烁 高度啊 骤降的现象 塔比星在一个观察周期中 最暗淡的时刻呢 其亮度甚至降低了22% 这种现象呢 已经不能用普通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了 目前的科学理论普遍认为呢 尽管这颗恒星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核聚变 但其整体呢 还是非常稳定的呀 一颗恒星的生命周期长达几十亿年 两年对于一颗恒星来说 只是弹指一瞬间 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所以由此可见塔比星的特殊之处啊 目前的理论呢 是不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 所以戴森球就成了科学家们最自然的想法 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 在这颗恒星的周边啊 可能有一个很高级的文明 至少等级是在二级以上 这是一个庞大的文明 他们创造了一颗环绕着塔比星的戴森球 而将恒星包裹住 从距离上来说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 是1480光年前 那那个时候人类还很落后啊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现在的塔比星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外星人 那么也就代表着 他们早在1480年前呢 就已经到达了二级文明以上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2023年呢 他们的科技水平啊 至少要高出我们啊 一万年以上 科学家发现呢 在整个光谱的范围内啊 从紫外到红外 塔比星的亮度都有所下降 特别是在紫外与红外之间的差别 尤为明显 这说明了除了外星文明的解释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星际尘埃的遮挡 所以你更相信哪一个呢 因为一个外星文明 要在银河系内扩张疆域啊 其实根本用不着很高的速度 慢速的文明就能够制造出一大批啊 冯诺伊曼探测器 然后将其发射到宇宙之中 一旦他们登陆到了星球上呢 就可以用星球上的物质进行自我复制 并不断地向外扩张 如果一个外星文明认为 这是一个好方法的话 他们只需要花上数百万年 就可以在整个银河系里 到处都是他们的探测器 而数百万年看似漫长呢 但相对于整个宇宙而言 却是沧海一粒 而且至今为止 我们都没有观测到 任何一艘外星人的冯诺伊曼飞船啊 自从费米悖论出现以来呢 人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解释 但总的来说啊 这些解释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的观点就是地球啊 稀缺性假说 费米悖论的前提就是 因为宇宙中有大量的恒星和星系嘛 可以孕育出大量的 类似于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啊 然而稀缺地球的假说则是指出 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从下列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啊 像地球一样的星球 在宇宙中是何等的罕见 因为早期的银河系是非常活跃的 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宇宙杀手 比如说类星体啊 在银河系的核心中存在着 活动的黑洞啊 以及超新星爆炸等等 它们都释放出的辐射 可以杀死一切生命 而成熟的星系 如银河系早就过了年轻的放荡态 如果没有与其他星系发生碰撞的话 那么整个银河系啊 只会安静地走到它的末日 此外呢 星系早期中的恒星相对年龄较小 除了氨气氢气等元素之外 对生命有重要作用的物质并不多 且大部分的物质都集中在星系的核心 因此早期的星系的高强度辐射 也使其成为了生命的进去 和恒星系一样 银河系也有可移居带 那里也有大量的物质 可以让生命在那里繁衍 而且为了避免受到高强度的辐射区 太阳系也要远离银河系 活动剧烈的中心 因此可移居的地区呢 只能位于银河系中心的环状地带 例如银河系的这个宜居区啊 是在距离其中心 13000至35000光年之间的一个环状区域 在银河系中啊 许多的恒星都有较大的轨道偏差 当它们非常接近银河系的核心时 它们就会穿越危险地带 因此这些轨道将定期的损坏那些 刚刚出现生命的种子 大恒星的寿命啊 而且非常短 比如说蓝巨星啊 其寿命一般也就是几百万年左右 远不足以支撑生命的诞生和演化 而小的红矮星呢 寿命漫长 但是也不适宜生命的存在啊 因为它们的能源有限 只要有生命的星球 都必须依靠星球的来保持温暖 不过红矮星能量很低啊 还经常爆发出强烈的能量 将它附近的行星啊燃烧殆尽 所以只有像太阳那样的 中等大小的恒星 才能够为生命啊 提供稳定而充足的能源 而宇宙中呢就存在着很多啊 双恒星系统 两个恒星间的引力 会干涉其运动的轨迹 而造成极大的影响 经常会使其脱离啊 运行轨迹 在冰冷而孤独的星空中漂泊 而当两个恒星靠近的时候呢 半星产生的引力会干涉 并扰乱旁边的奥尔特云 将大量的彗星啊 送入太阳系 从而对地球的生物 却然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所以恒星的可居住区域 是指的恒星相隔较近又较远 且有适宜的液态水生存的环境 是目前已知生物生存的进化场所 但也要认识到 可持续发展区域 是一个具有动态的区域 因为每一颗恒星 都会释放出不同的能量 例如从太阳系形成以来 它的能量就在不断地增加 而可移居的这个区域 也在不断地移动 在这个过程中 一颗星球必须始终位于 这个可移居的区域 只有这样啊 才能够孕育出智慧生命 除此之外轨道也不能偏差 而且你这个太阳系里 必须还有一个木星 充当一个盾牌 因为它会将靠近 它的其他的小行星 全部都给吸引过去 所以木星也阻挡了 大部分的雨时 为地球提供了一个 安全的生存环境 月亮呢 是一个异常大的卫星 巨大的月亮 在地球生物的进化过程中 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首先月亮对地球的轴线运动 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 从而使得四季的变化 趋于稳定 其次月球使地球自转变慢 使心免受极寒天气的清晰 最后月球造成的潮汐呢 也对生命发展的最初阶段 有着很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月球 我们也可能会在地球上找到生命 但那将更加的困难 此外地球上的地壳运动 也是地球形成的一个重要机制 如果没有 或者是地壳运动太弱的话 整个大陆就会因为水的循环而侵蚀 最终消失 没有了土地 我们也就无法生存 甚至连死之都不会存在 同样的 星球上的水呢 也不能太多 太多就会被海洋完全覆盖 而板块运动还能将 深埋在地下的金属 带到地面上 供人类开采 所以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的金属利用 对人类文明的演变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一颗星球的重力过小呢 也无法维持其大气层 即便是形成的初期 大气层也将迅速地消散于宇宙之中 没有了大气层的庇护呢 水也会脱离星球 反之星球体积过大呢 大气就会变得非常的密集 那阳光根本就照射不到地球的表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其他星球上 没有生物生存的原因 这就是关于稀有地球假说的 一个简短的描述 但是这个假设并没有明确地指出 在银河系和可观测宇宙范围内 究竟还有几颗类似的星球 这完全是由你来决定的 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你可以推算出银河系 还有几百万颗类似的星球 悲观一点的话 你可以推算出 整个可观测的宇宙里 只有不到一百颗 类似于地球的星球 如果数十亿个恒星系中 只有一颗有生命的星球的话 那费米悖论就不难解释了 那些遥远的恒星系里 也许存在着其他文明 但它们离得太远了 根本无法到达我们这里 甚至无法向这里发送信号 还有一种理论 是大过滤器理论 他们就认为 虽然像地球这样 有大量生命的行星有很多 但是这些行星都只是 生物诞生的必要条件 想要真正的有生物诞生 并延伸出智慧的话 最终形成星际文明 还有许多所谓的 大过滤器灾难要过 而每一次大过滤器的开启 都有可能会导致生物的死亡 最终能够达到 星际文明层次的 是寥寥无几 甚至几乎可能为例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该理论就可以解释为 我们目前所见的宇宙 是寂静的 在现在的人类看来 地球上有智慧生物 有文明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事实上 只是一种旁观者的偏见 回到过去 我们可以发现 许多类似于 大过滤器的阶段 生命的起点 是能够自我复制的 复杂分子 在地球上 这些分子有可能是 RNA DNA 而这些分子是如何 在地球上产生的 至今人未得到任何解答 所以迄今为止 实验室所做的努力 还仅仅是制造出了一些 如氨基酸般的小分子而已 并不能够复制出一个 真实的生命起源 由于我们无法逆转时间 去观察这些关键性的阶段 也缺少宇宙生命的大量样本 所以也无法的准确的判断 它们是不是真正的大过滤器 不过最重要的是 在未来的数年内 我们将会知道 比如说木卫二 火星等等 那里是否有其他的生物 假如火星上真的有 古老的单细胞样本体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断定 无论是生命的产生 还是细胞的产生 都并非真实的大过滤器 如果在火星上发现 类似于哺乳动物 这样复杂的生物的话 那就更不妙了 这就意味着 它在出现以前 所有的阶梯 都不是真正的过滤器 而真正的大过滤器 可能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等着我们 那到底什么样的因素 会在将来的人类文明中 变成一个巨大的过滤器呢 或许是我们用光了 地球上所有的资源 也不可能到达三级文明 也或许是因为 我们人类的内战 而毁灭了自己 也或许是我们的生命中 还会有致命的病毒出现 陨石的撞击 以及失控的人工智能等等 或许我们的人类 会真的很孤单 我们只是渺小的生命 被困在了一颗 小小的蓝色球体之中 直到我们找到了 第一个外星智慧生命 费米悖论呢 才能够得到解答 因此呢 我们也只能尽量地往外探索 但愿有那么一天啊 能够看见一只 飞过的外星木种 但不管怎么样呢 当你下次仰望星空的时候 应该可以在这个问题上 产生更多的思考 那么好了 故事呢 与各位就讲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 关注宇格与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